8日早上9点半 海军成功机巡防舰成功号从基隆港迅速使出 气氛实在台不寻常 尤其中共东部战区一早这么宣布 4月8日至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按计划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 台岛以东海风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力舰演习 近年来中共持续派遣基建侵扰 甚至以蔡总统出访过境美国为借口实施军演 严重的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跟安全 海话已运用联合情间针绵密掌握 蔡委会六日落幕 对岸第一时间用海警船联合巡查做回应 不过就在走访对岸的马前总统7日午间反台 蔡总统7日傍晚反礼国门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恰好同一天结束访中行 外媒本以为共军这一次反应低调 周六随即高调启动军演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扳回上次海警 丢失颜面来做一个加强性演习 这个可能性绝对有了 这被警巡一词有没有觉得很恶熟 因为去年陪洛西访台 共军围台军演后就曾喊过会常态组织 一定会结合海警的舰艇 跟他们的中国解放舰海军的舰艇 一体演习 那其实这部分呢 其实过往是比较少见的 那这种新型态的演习 或者说演练的一些规模 其实我们反而要注意 因为以前从来比较少看过 就担心强化海警海巡角色 这类灰色地带手段 势必让外援更难插手 对岸也宣布 福建罗元湾可门水道 连山东南部附近海域 从八日起会实战事迹五天 平潭长江澳 十日一整天也会执行 两处临近马祖 平潭更距离台湾约130公里 针对性非常强 也就是针对蔡总统 这个援手外交的一个回应 大国外交暂时告一段落 中共目前的下一步 对台仙才物理恼贺 TVBS新闻刘日晨刘婷婷看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